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被问起什么时候认为战争已经输了时 他说是在塞班岛失线之后 1944年6月 日美两国海军围绕着塞班岛爆发了战争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大战 史称马里亚纳海战 也称为菲律宾海战 美国海军大获全胜 几乎消灭了日本海军的全部舰战航空兵 粉碎了日本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企图 将日本所有的大城市置于自己的远程轰炸机的打击之下 今天的赖子聊书就说说制海权 说说人民海军的过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容乐观的未来 毛泽东早在1940年10月就预见到了日美之间会爆发马里亚纳海战那样的大战 但毛并不希望美军获胜 他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发了一封长电 讲自己对国际局势和未来的看法 此时德国空军正在英伦上空与英国空军展开激战 以便掌握英国上空的制空权 为在英国登陆做准备 毛泽东在电报里这样说 如果德军赢了占领了英国 日本趁势南下占领了新加坡 而美国海军又不敢西进 担住英国 国民党就会左右为难 摇摆不定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大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又说 如果德军进攻英国失败 日本又没有攻下新加坡 美国海军西进 消灭了日本海军 逼使在中国的日本陆军退出中国大陆 然后又与国民党携手 这种形式是我掌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所设想的第二种情况 与林木冠太郎在战后的回答完全吻合 也与太平洋战争的演变过程大致相同 只是没有说对 日本会在占领了新加坡后还输掉了战争 毛泽东的这个分析 和他在1944年6月 马里亚纳海战后的电报表明 他完全理解制海权在击败日本中的作用 这与他自己后来对游击战的吹嘘大相径庭 毛泽东在1940年10月的分析体现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 这个脉络就是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就是欧洲人从15世纪开始的航海大发现 欧洲人之所以去航海探险 除了对财富的追求外 还是因为欧洲国家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需要 治海权因此就成为掌控欧洲政治 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关键 随着大西洋航线的开通 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也逐渐从地中海的东部转移到了大湘沿岸 随着欧洲重心的转移 英国由于岛国的地理位置和从昂古鲁萨克森部落时代延续下来的长老会制度 就把造船业、航运业、工商业和农场组的商业利益 与君主和贵族对权力的追求结合起来 达成妥协 在17世纪末形成了立宪君主议会制度 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许多国家效法的楷模 由于英国立宪君主议会制度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君主内阁议会就形成了权力制衡 形成了确保个人权力的法律制度 内阁的决定只有在说服了议会的多数后才能得到预算 再付诸实施 这样高度透明的政治运作的结果 就是对内对外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而英国在二次大战前对外政策的特点 就是对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政策 也称为军事政策和对制海权的掌握 这个政策就意味着 英国的敌人就是企图称霸欧洲大陆的国家 或者挑战自己制海权的国家 英国在欧洲历次战争的核心 就是围绕着保持力量平衡和保持自己的制海权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历史 可以概括为对内确保基于法治基础上的居民的自由 对外确保制海权和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 这是一部成功的历史 当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显现出超级大国的模样时 时任美国海军上校的阿尔弗雷德·马汉 就把英国的历史概括成一本书 书名为1660年至1783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 这部书在1890年出完后 在美国没有什么影响 但却引起了时任德国皇帝的威廉二世的极大兴趣 威廉二世是一个心里严重扭曲的人 有的不幸的幼年和童年 威廉二世的左臂在出生时被拉伤 落下了残疾 她的母亲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 她争强好胜 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有残疾 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对威廉二世进行当时流行的电击疗法 每周要电击数小时 由于收效甚微 维多利亚就越来越舒养了孩子 为了讨母亲的欢心 威廉二世从能写信时起 就不断的给母亲写信 一直写到了二十多岁 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她在二十九岁继位后 发现能够证明自己的 就是利用德国新进发展起来的重工业 建立一支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军 在海外拓展殖民地 威廉二世的这个想法 得到了德国工业界和军方一些人的支持 但却遭到老首相比斯迈的反对 比斯迈认为 德国被强敌包围 处境险恶 不宜发展海军 挑战英国 威廉二世不以为然 就把比斯迈解职了 放开手脚 公然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 还不惜牺牲与俄国的关系 与俄国的敌人奥匈帝国结成联盟 结果就把欧洲其他国家推到了一起 成为自己的敌人 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门 把德国引上了毁灭的道路 一百年后 就是2000年后 马汉因为威廉二世推崇而成名的著作 在中国大陆受到热捧 在十年内出现了六个翻译版本 在这个热捧的背后 是中国经济的腾飞 内部的政治斗争和中共革命战争 所遗留下来的两个重大问题 这两个问题就是国家统一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 具体的说就是台湾问题和南海与东海问题 如果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是国民党 而不是共产党 这两个问题都不会出现 这里所说的中共内部斗争 就是各三头之间 错终复杂的合作和竞争 这种复杂的关系 就体现在人民海军身上 而人民海军就是马汉热的主要推手 人民海军前三十年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内斗 由于人民海军是由各个山头的人组成的 又没有经过血与火的锻造过程 激烈的内斗就不可避免了 而解决内斗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航训练 刘花青在1982年出任海军司令后不久 就命令海军舰艇远航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远航就成为刘花青接任海军司令后的特色 成为国内各媒体争相报道的题材 由于南沙群岛远远超过了人民海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而对外贸易也因改革开放日益重要 把人民海军从一支由快艇为主的沿岸防御力量 变成一支以大中型水面舰艇为主的海军 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1987年 人民海军党委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制定海军战略和发展航空母舰的建议 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否决了这个建议 邓早在1979年初就责承时任海军司令的叶飞 研究海军的发展方向 邓对叶飞说 他不主张发展远洋海军 原因是远洋海军让他想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在邓小平否决了刘华清的建议四年后 就是在1991年 苏联解体了 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威胁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中两国失去了共同的敌人 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则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新形势 渐行渐远的台湾和纠纷不断的南海 邓小平在1992年只是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大学前任校长张震上将 负责制定一个新的军事战略 张震与新任的总参谋长张万年 在1992年年底制定了名为 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的新战略 这个战略就是后来人民海军发展的基础 这个战略随着张震、张万年和刘花青的回忆录 以及江泽民文选在2004年前后的出版 而公之于事 这个战略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假想敌是谁 但是指明了自己未来的作战方向是台湾和南海 同时指出了未来的战争将是高技术战争 是有超级大国干预背景下的地区性冲突 虽然中国与美国在1992年后出现了数次争端 比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 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演习 美国国会在1999年还通过了决议 折成美国国防部每年报告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情况 但美国国防部的年度报告 长期没有提及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新战略 直到在2012年的年度报告里 采用解放军的战略目标 自相矛盾加以表述 这是一种委婉的用词 说的就是美国波斯顿学院 罗伯特·罗斯教授在2009年的观察 就是人民海军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舰队组成的 一个是反介入舰队 另一个是远洋舰队 虽然反介入舰队早在2009年就不容小觑 但当这个舰队真的投入实战时 远洋舰队就会全军覆没 人民海军的这两个互不兼容的舰队 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里不一的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在中国建立起的国家 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仅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还否认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念 包括财产观念 婚姻观念和明珠观念 国共内战就是由于国共双方 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水火不容而引起的 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 则是日本的入侵 蒋介石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和毛泽东正确的抉择的结果 其后果就是台海两岸的分治 由于中共以民族救星自居 它就继承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就无法接受台湾的法理独立 人民海军的反介入舰队 就是为了台海战争而量身建造的 尽管这个反介入舰队和人民解放军 其他军种近30年的大发展 让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内的行动 甚至在第二岛链内的行动有所顾忌 但它无法改变中国经济依赖世界市场 依赖远洋航运的情况 而中共能够有资源建造远洋海军 是由自己进行改革开放 从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 重新回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 西方国家和日本几十年来 之所以能够容忍中共的行为 是因为对中共抱有和平演变的希望 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威胁 习近平执政后中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 不仅让西方国家和日本心灰意冷 而且看到了威胁 经济脱钩就势在必行了 伴随着经济脱钩 中国就从经济下滑 走上了回归毛泽东自力更生时代的道路 依靠西方技术和西方贸易建立起来的人民海军 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 或是听任自己的装备落伍和失修 或者在此之前就孤注一掷 拼死一搏 前者的结局是苏联和俄罗斯海军 而后者则是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的海军 当年的德国海军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 给英国海军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自己的 而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 都超过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人民海军达到了当年德日海军的战斗力了吗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